我们爸爸所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是一个不会说他多爱你多喜欢你的人 把他带在嘴巴上 他都是用行动来在后面默默的支持你 他甚至做出来他也不会让你知道 而是到你到了长大的时候才会有深深的感受 在我心目中我的爸爸他虽然他很努力赚钱养这个家 那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就学贷款 在孩子心目中许文谦许爸爸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 年轻时工作打拼养这个家 让孩子们无后顾之忧在最好的环境就学 即使工作再忙也会抽空陪他们 不善于言辞的他常常是以沟通协调 支持孩子们做每件事 我对我的孩子交易 我不要求他得到第一名 但是我还是要求他自从处事的方面 要得到社会上的认同 虽然他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 但是只要他功课不要超人家太多 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 这样我就非常的满足 徐爸爸是经由秀朗里里长省市市 推荐为模范父亲 他说徐爸爸做事很负责尽本分 照顾家庭教育子女 就连退休后到社区都一样热心服务 义不容辞 而且常常告诉我 理事长 你有什么需要 请不要客气 给我机会 我就觉得 属于说得好 子女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他们会有一对这么优秀 而且在他们工作岗位上 都有非常杰出表现的子女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儿子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 有空都会回来探望 她说这是最快乐的时刻了 爱让这个家紧紧相细 也是许文谦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我的爸爸最伟大 祝全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记者卢秀娟永和唱报道